1月14,22年1月14 感觉很很梦幻一种感觉哈 22年了 这个头发一直说要剪,一直剪,懒得动它 太难看了 明天下午如果去监视房的话,带着推子去 今天又度过了很舒心的一天 特别舒心,就是我儿子只要是 安安静静啊,能学点东西啊 也不是学知识啊 那就顺我的意吧,特别舒服 中午 感觉今天时间过了好长,今天好像过了一周的感觉 中午做什么饭 中午做了个面 一个鸡蛋炒,鸡蛋炒西红柿 一个那个 他今天没看书 现在是9点5分了 我录完了,我掏了一本 就是轰炸东京 轰炸东京 轰炸东京 然后,下午跟我儿子练书法的时候 听了一些 圆通飞的 一些小的视频号 还挺好 然后,早上跟我儿子一边学习一边聊 聊聊历史啊 聊聊 聊聊一些什么东西呢 反正就聊得很透 感觉根据前两天这种 我的这个 痛苦流涕的这种 深刻交流之后 他有点想 让我脑子有点想学的东西 很欣慰 还是 还是担心 三分钟热血 过两天又晚了 今天上午我们俩下来跳了绳 跳了二十分钟 看着崩溃了 时间长不跳 本来我就很笨 身体协调很差 不会跳 然后 他跳了一队之后 感觉稍微能 轻松一点 找点感觉 他总体来说还是不行 我儿子跳完了 感觉 气不长的时候 面不该色 我儿子不行了 我有四十岁的人了 还要怎样 明天上午一点书法 我认为做一个南瓜包子 不是南瓜包 南瓜馒头 然后弄个排骨 再去找个青菜炒炒 下午去见个山 回来跟他玩个游戏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冬瓜好黑啊 这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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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